2021年6月17号 中国飞船神舟12号首次启动载人飞行任务 并成功将三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为中国航天领域写下重要的里程碑 根据报道 神舟12号的航天员已经在太空站合体工作长达90天了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驻留太空时间的记录 昨天早上8点56分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 并进行了绕飞和镜像交汇实验 来到下午1点35分 神舟12号飞船终于在万众瞩目之下 成功驻入地球 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看看 神舟12号已经完成三个月的任务 用力 违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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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1点06分 神舟12号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完成 三名航天员距离着陆地球只差一步之遥 发动机开机 返回制动开始 通过与北京航天飞离控制中心的默契配合 神舟12号成功打开主降落伞 平安降落在东方着陆场的预定区域 返回舱着陆 祝贺神舟12号 你们辛苦了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飞行任务 大量的空间站建造任务 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 在闲暇之余 也领略了太空的深邃和奇妙 这次神舟12号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点 不再是内蒙古的四子王旗 而是东风着陆场 于东风着陆场 位于沙漠和戈壁上 也有山地等高突地形 所以搜索救援难度 比以往都来得更高 中国官方消息指出 神舟12号飞船在抵达地球前 也执行了最后一项重要任务 那就是与太空站 完成绕飞和镜像交汇试验 为中国航天领域后续的载人飞行任务 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 神舟12号飞船成功着陆地球 为中国航天领域的发展 迎来全新的突破 其实如果大家有观察 会发现近年来 中国在航天计划上的投入 是明显加大了许多 根据报道 神舟12号任务之后 中国将连续开展三次 分别长达六个月的载人航天任务 以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初步建设 虽然中国空间站的设计规模 比美国俄罗斯主导的国际空间站来得小 但是如果在2022年按计划 完成初步建设的目标 就很有可能取代 即将退役的国际空间站 成为近地轨道 唯一的长期载人航天器 此外 中国也酝酿在2030年之后 开展载人登月任务 并已经开始探讨 跟俄罗斯欧盟等伙伴 合作建设 月球表面站点的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